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雨好大 主要有幾個熱區 一個是在這個北部 剛好一條封面的這個對流雲系移過來 所以下了蠻大的雨 中部的山區還有南部這個雨 說真的這兩天下的雨真的 有時候除了大環境的封面影響之外 又加上海陸風的環流 那現在來看的話 各位可以看得清楚 其實這個封面已經明顯減弱了 只剩下山區有一些殘留的對流雲系 不過慢慢都在減弱當中 明天其實慢慢的開始轉好 不過還是有西南風 大致上封面 這邊還會有封面在逐漸的建立 我們給大家看越來越來越測 大概封面慢慢的在減弱 明天就是還有一些西南風 還是一樣偶真語 甚至清晨有機會在沿海 發展一些熱對流發展出來 所以預計未來到週末到下禮拜 其實大概都是吹南風 當然北邊這邊還是有封面的影響 那現在有些預測 很像到6月10幾號的時候 可能還會有沒雨封面 但是這個變動度實在蠻高的 所以大致上下禮拜 還是吹著西南風的天氣 在封面的前緣 封面會不會下來 是我們觀察的指標 有這個機會 但是這個現在不確定線還很高 我們就大致上跟大家講說 未來都是會西南風影響的天氣 會比較準確啦 大致上未來這幾天 就是慢慢回到夏天 點心的溫度的天氣 所以北部預計很快 在這個週末這幾天就慢慢的回溫了 請大家注意穿著 一下子溫度的就拉起來了 二十四五度到三十幾度 這個有可能還會再更高 三十四五度 有點悶熱 尤其吹著南風 南部的溫度也都爬升起來了 請大家注意一下 整個環境在變化當中 但是山區還是有一些鎮雨 慢慢的靠山區 還有北部的山區 有些雨後鎮雨的機會 未來這幾天都是如此啦 當然下禮拜 有可能水就會稍微少一點點 禮拜五禮拜六比較多 大致上這幾天空氣品質都還滿好的 但是就要注意 今天晚上還是有些局部零星鎮雨的機會 明天都有午後鎮雨發生的機會 要稍微留意 但是有沒有看到 溫度都開始要拉起來了 明天大概很多地方都會三十度左右 會感覺有點悶熱了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封面逐漸減弱遠離 水氣還是多 要留意午後對熱對流 週末還是垂西南風 逐漸恢復夏季的點心天氣型態 那下一波封面什麼時候來 有可能在六月中旬上旬左右 還有一些變動空間 我們會隨時幫大家留意了